SpaceX的執行長 他是我很憧憬的一個人 想要跟他一起追上他的腳步 進入航空或是航太界當工程師 他從小就有追悶的企劃 他想自己在航空領域會有一片的天空 他也非常的積極 然後會去學習一些飛機相關領域的知識 我從高一的時候就一直想要坐飛機 學校有給我們一個課程叫做專題製作 乾脆在這個課程裡面就做這種 關於這種氫能源無人機的這種想法 然後如果用氫燃料的話 它就是會比較環保 然後也對空氣比較好 氫能源無人機有可能會那個磅波發展 所以我就想說 一起來研究 可能有交大可能有成大的他們 碩士的論文是關於燃料電池的研究 論文是比較難肯的 多讀幾遍就慢慢一個一個字慢慢看 看他在寫什麼這樣 如果說想要完成一項比較好的專題製作的話 那個費用可能就是非常的龐大 因為畢竟說來自第一收的家庭嘛 他們的資金沒有那麼充足 我從高中一進去就開始努力 募書申請獎學金 有獎學金來支付學費 也可以幫媽媽不用那麼辛苦 然後也想要完成自己的夢想 當一個工程師 我是覺得 基金會能辦這個活動的話 對小孩子來講 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 然後再次用來這次的功能 給予個資金 多 Glenn